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果说我现在这个程序的需求是确确实想把主空间 就是调用者的这个空间进行一定的修改 我该怎么办呢 好,那么还是这样的代码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修改 大家来看一下这回的效果又变成什么了 当我对A和B在传递过程中 我不再传递A和B的副本了 而是本身A和B的什么门牌号 然后给我们的Swap 那这个时候大家来思考一下 画个图 就我们之前也说了 这个A和B本身是在这个土地里头 它的所有者是在这里头 而这里的A和B是不是在这里的所有者 也就是说他们本身的作用域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这儿你把A和B再改 改到天花乱坠的 最终是不是都在这块内容中进行修改 没有对我这块内存修改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我能不能这样的 我这个地方不要再用这个副本了 而如果我能知道这个A的门牌号 那么这个人知道这个人的门牌号 那我是不是通过门牌号就能找到我们主程序的这段内存了 因为这个A和B是不是要想找到这样的A和B 它唯一的标识是谁 当然A和B本身这个名字是可以标识的 但这个A和B我们说是在Mile里头标识的 对不对 一旦跑出Mile过后 再想找到A和B 它的唯一身份证是谁 就是它的地址 所以说我们要利用这个唯一的身份证 是不是告诉给这个指函数 或者这个被调用者 然后怎么的 它是不是间接的在找回来它 所以为什么要说指针 为什么要有指针的概念 因为指针才是我们真正标识一个变量的什么 唯一的身份证 变量名有可能由于作用欲的失效 而导致什么 你永远访问不到 对不对 但是我只要知道地址 是不是可以永远访问到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地址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你看我们把代码换了 我们这个SWAPE不再不想才传A和B了 因为你只是副本的传递 我们想把A和B的唯一的身份证ID号传进去 怎么传 通过这样一个符号 取地址符号 那么既然取地址了 这个这里头的A和B 我们再这样来接收好不好 我们说毕竟类型不一致 对不对 因为你本身的目的是要想传门牌号 那么我是不是也去申请两个什么 门牌号 对吧 两个门牌号 那这两个门牌号怎么读内存 是不是还是按照应特来读 看不见 还是按照应特来读 好 然后呢 C没问题 那A这个时候 我A想取里面那种怎么取的 是不是新A 对不对 而我现在想修改A怎么办 不是把A的门牌号改了 而是把A里面的内容进去修改 看没有 然后B是不是也是一样 B取B里面的内容 然后B是不是也是一样 好 好那我们看这个程序的一个框架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A和B前面可能都有两个门牌号 讲两个门牌号 然后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止函数中 我们去搜 搜两个东西来 对吧 搜两个东西来 而这两个东西呢 相当于是把这个方块 是不是考到这来 然后这个方块 是不是考到这来 看没有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止函数中 所能那个能看到的信息 是不是身份证号 对不对 然后利用这个身份证 我们是不是先把这个身份证里的 A内容 是不是备份给C 看没有 一定是新A 看没有 一定是新A 然后那我如果是一旦是新A 等于新B的话 那你看 是不是把B里面内容取出来 然后又附给A里面 而这句话在执行的时候 这个新A操作是操作谁 记住它不再操作A和B了 看没有 是不是操作门牌号里面的东西了 看没有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相当于间接修改的止函数 看没有 这个止函 这个主函数 或者是调用者 到底是吗 一个空间 对不对 好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 这是这个程序给我们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传的是一个门牌号 那么这种传递方法 我们又叫直传递 所谓直传递 是传递的这两个东西 我们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数字 而是要把它当成一个地址 是一种身份证 ID号的一种感觉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称为地址传递 好 我们回车看一下效果 好 这个时候大家看 是不是改变了 看没有 所以说 那对于看来 我们看来 地址传递 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给人的感觉是什么 是不是 我们的上层 也就是调用者 或者说调用者 调用者 让什么 止程序 或者下层 或者下层 或者是什么 止函数 我们把它称为止函数 什么 是不是修改 自己空间 自己空间 值 或者是空间值的 什么 的办法 对不对 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说 现在呢 我们就有一个想法了 就说如果说 我现在呢 是这样写代码 我们说能不能 有这么一个想法 比如说FUN 然后呢 我是把A的地址 传给FUN里头去改一改的 然后呢 我就说啊 这个时候我就不敢保证 A 一定等于10了 因为我是把A的门牌号都传给FUN了 那这个时候FUN是不是就具备了取这个门牌号里内容 然后进行进行给它进行读和写的修改了 那么这样的写法是不是我就再也不敢保证什么A还能不能怎么的等于10了 是不是 好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址传递和直传递的一个最典型的区别 那么地址传递给人的感觉就是改 改东西 它可以帮我们去改 对不对 而直传递给我们的第一个直观感觉是什么 是保护 保护 好 那么那么这里头有很多的例子用Scanfor进行我们的输入 也就是说让大家去从键盘敲一个数字 然后呢 获得一个信息过后 然后进行干什么事情 对不对 很多初学的那个同学的可能都爱这么写 百分之D 百分之D 写一下啊 英特比如英特A 然后百分之D去取 去嘛对吧 然后就写个A对不对 然后呢 这样的程序呢 我们说如果以后我们再看 那么我们现在就有个有个想法 你看啊 你不管A等多少嘛 反正我们ScanforA 你传的是不是只是A的什么 的一个副本 对不对 所以我说Scanfor函数 在函数返回过后 我百分之百保证你A绝对不变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对不对 好 所以说这种Scanfor中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按把我们键盘里敲的东西负给A啊 是不是 所以说那很显然A在之前可能等于一个值 Scanfor过后A又怎么的 是不是又等于一个新的值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来思考一下 你觉得这个A 这个A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在调用的时候能这样写吗 肯定不能这样 因为这样写过后A是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应该写成什么 Scanfor双一号 百分之D 然后什么 一定是对A干什么 取他地址 也说我看到这个地方 一旦写成这个样子 那我百分之百肯定 你的A已经发生什么改变了 因为我们是对他取了一个什么地址 对不对 嘿 嘿 谢谢观看